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各代表男朋友 就在昨天下午 华为在投过玻璃的国际消费电子展上 召开了新品发布会 接下来不跟你多逼逼 一起来看看发布了什么吧 首先就是万众瞩目的麒麟990 一共分为两个版本 5G版和普通版 于晨东表示 麒麟990 5G版是目前最屌的5G SOC 三星那个PPT不算 有本事你拿货来卖啊 麒麟990采用了FinFi和CUI工艺 在不到一个指甲盖的体积里 集成了103亿个晶体管 听起来真的是屌爆了 不过我们只需要知道 990 5G和那些胶水5G不一样 麒麟990 5G版是内置5G基带 针对5G初期普及率低 信号弱的情况 麒麟990可以通过智能上行分流 利用4G来改善上行速度 还有BWP智能分配 带宽技术可以降低15%的能耗 在GPU方面 两个版本都采用了16核的 马力G76 相比麒麟980多了6个核心 性能提升了6% 而能效则提升了20% 果然是核多好做事啊 而在CPU方面呢 麒麟990 5G版搭载了2颗2.86G赫兹A76架构的大核 2颗2.36G赫兹A76架构的中核 还有4颗1.9赫兹A55架构的小核 对比骁龙85单核提升了10% 多核提升了9% 诶不过这个对比图怎么让我想起了 然后NPU方面搭载了自研的达芬奇架构 采用了两个大核加微核的设计 AI性能是骁龙霸物的6倍 而能效比则是8倍 可以看到NPU方面华为还是很 牛逼啊 不过普通版的麒麟990真的太逊了 而且在CPU的中核小核的频率也略有阉割 NPU也变成了一大核加一微核 两个版本都采用了第五代的ISP 采用了单版级的降噪算法 同时通过ISP和AI的协作 通过相机就可以感知了心跳和呼吸率 简直又单身狗寻找心动对象的必备功能啊 你自己还必懂和一百多人 当然是在本月19号发布的Mate 30系列身上 紧接着余总又发布了华为的新款